夸人和毁人 一切的因果都在发心上 做同样一件善事 它的果报和你的发心有直接关系 善不在行动上 也不在口上 在你的心上 所以你有时候骂人 可能起的是大悲心 有时候你说的是好话 你很好啊 你怎么怎么样啊 看起来你在夸别人 但你可能是在害别人 因为你起的是恶念 你是想让他生起娇慢的心 你的目的是毁他 你为了毁他 就天天夸他 夸得他生起娇慢心 然后把自己毁了 所以不要乱夸人 要实时求是地赞叹别人 如果你是浮夸 说空话去夸别人 很虚伪地去夸别人 让别人浪得虚名 你自己以后的果报 也是这个 你的名声也是虚的 空的 别人夸你的时候 也是假心假意 甚至可能是因为嫉妒你 他嫉妒你的时候 就会夸你 这是有心计的人 一般嫉妒人就会说你的过失 他不 他就夸你 夸得你什么时候开始犯错了 他就达到目的了 所以说夸人 是会毁人的 很容易毁掉一个人 人是最怕夸的 不管你是多伟大的一个人 只要不是圣者 很多所谓的挺厉害的人 他们就是在老百姓的夸奖中 开始犯大错 然后就毁了 只有圣人才有这种反省自觉能力 他不会因外在的赞美 夸奖而陶醉 每个凡夫都是经不起夸的 所以说以后你们要记住 有人夸你 赞美你的时候 你的小心 不要陶醉 要保持一颗客观的心 赞叹一个人 也不要说得太过 别人有十分的善 我们说一分两分就可以了 我们赞叹的目的 是为了让人家跟他学习 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向善 告诉大家 善有善报 看这个人很善 会得善报 这种赞叹是善意的 凡夫总是很愚痴 分不清楚人家的恶言和善言的真实发心和目的 所以往往自己就颠倒 叶音果报 一切都来源于心 果报跟发心 有很大的关系 善里面有很多层次 不同境界的善 果报截然不同